这是正在维修一个就是叫琴种开裂 我也不知道那个字对不对 一个足足旁一个种 我们不知道念得对了吗 我不是那种特别专业 这个维修呢就用到了好几种方法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是拿一个就是这种steam mic的这种排钳 然后我给它屁股那儿有个像这样的底子 大家可以看到 哦这个是什么 这是吉普森技师专用的一个小枕头 我也有啊 然后这下面垫的这个都是软的 它这样不伤其面 那个也是从国外买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没有吉普森这个有样子 这个毕竟有点贵嘛 这样先对它一个向上的底 然后那是一个固定的底 先让它整个底把这个琴种开裂的先 就是让它合在一块 但是合在一块发现呢 它还有一点点小分析 还需要点力 这时候我们就用我前面有一期视频讲的就是休息镜头用孙女带缠 缠这个 叫琴头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应用到这个里面了 然后你看这样是一个 下45吨角的一个粒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它那个本来这个头号这个轻松开裂都是有点翘 很难把它合上去 然后也很难去用架子固定 用孙女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后最后上面再加一个下架子 对它再进行一个例 其实不用加也行 但是我为了以防万一 我也要加了一个 这样有样子嘛 哈哈哈 啊 这样就可以修好 修好之后那个分析 切得也比较紧 然后如果没有太高要求 不用补气也行 用起来也挺好的 然后它的粘完之后 它也绝对不会再开裂了 啊 这就是一个 呃 怎么说呢 比较投机取巧的一种维修方法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并不一定就是不要照着我这种方法去修 呃 但我觉得把它钉字的话肯定 不是特别好吧 哈哈哈 我觉得还是这样子 把它粘结实一点又挺好的 嗯 继续到这 谢谢大家